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30号 那前天也就是3月28号 纽约时报它是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 反思为什么美国没有在上个月 就采取有效的措施 阻止疫情在美国的扩散 这个是美国媒体它自己的反思 在复盘美国的政府机构疾控中心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以至于没有成功阻止疫情在美国的大爆发 但是这篇报道里 它里边是有一个段落是提到了中国 而且狗哥认为这个段落反映出来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纽约时报报道里段落的内容 小标题是令人震惊的失败 里边提到了一个人 是Dr. Robert Redfield 他是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主任 报道就说呢 这个这位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啊 他第一次知道这个病毒的危险性 是在新年前后啊 也就是这个2020年的元旦前后 从他的这个中国同行那听说的 那新年期间呢 这位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呢 是在跟家人呢 一块在过假期 但是呢 在这个假期期间 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跟这中国的同行们 在通电话 了解中国疫情的状况 那这些情况呢 就让他感到是十分的震惊 报道说呢 这个几天以后 Robert Redfield 跟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 也通了一次电话 结果呢 高福在通话的过程中啊 竟然是burst into tears 忍不住就哭了 狗哥认为 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内容 非常的重要啊 他就能够帮助大家搞清楚 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那中国政府在应对方面 这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时间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根据这个报道 这个美国疾控中心的这个主任 应该是在新年前后 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通电话的啊 那新年假期 几天之后啊 从这些的关键词 其实呢 就可以推断出来 Robert Redfield 跟高福通电话 最迟也是在1月10号之前 那高福在当时就burst into tears 那很明显呢 就是他知道了 中国的疫情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至少呢 是在湖北 在武汉 那狗哥在以前的这个影片里已经说过 1月7号 中国最高领党的习近平 他是有过一个批示 就是对这个湖北的疫情 他就指示呢 对这个疫情的要关注 但是呢 不要影响整体的春节节日的氛围 然后呢 就一直到1月20号啊 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 他又下了一个批示 是允许公开疫情 那以后发生的这个事啊 像这些武汉封城 大家都知道了啊 狗哥呢 就不重复了 所以呢 纽约时报 他的这个报道啊 披露的有关高福的细节 其实呢 也是验证了狗哥以前的这个推断 就是关于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的这个事 大家想一下啊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 高福为什么会在跟美国同行 通电话的时候 失声痛哭 那肯定主要就是感到恐惧 无能为力 对不对 就是说呢 他肯定呢 是把这个真实的情况 上报给了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们 但是呢 最高领导人们 没有进行这个足够的重视 那高福本人啊 他虽然作为这个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 他本人呢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啊 所以呢 就情绪失控了 另外呢 这两天呢 高福呢 他还接受了这个美国科学杂志的采访 呃 对于疫情早期这个病毒数据 公开不及时的这个质疑 那高福说呢 啊 我们已经及时跟科学同行共享信息 但是呢 这个涉及到公共卫生 我们必须等待政策制定者公开宣布 所以呢 综合所有的这些的信息啊 就可以确定 在中国的这场大灾难里啊 中国疾控中心 包括高福本人啊 应该是没有这个太大的责任的啊 那中国的最高层政治领导人们 他们应该负这个最主要的责任 那听到这儿呢 可能会有中国的网友会说 那狗哥 你现在聊这些东西啊 还有什么用 反正疫情呢 已经是这样了啊 那现在要做的 难道不是这个万众一新 抗击疫情 然后呢 恢复经济 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吗 啊 你现在在聊这个 疫情刚开始的情况 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那关注狗哥频道的这个老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狗哥的一个观点 就是真相 真相最重要 全面的公开的真相 是一个社会啊 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真相 就不会有这个真正的进步 而且呢 对于真相的这个挖掘啊 其实是永远都没有尽头了 那按照狗哥刚才提到的这些中国网友的逻辑 像美国的情况啊 美国的疫情呢 可以说呢 是刚刚开始进入这个大爆发的阶段 那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 所有的美国机构都要万中一新抗击疫情 不要制造杂音啊 像纽约时报的啊 现在就这么努力 扒这个美国政府机构 疾控中心哪些地儿 以前做的不好 一个月前有哪些失误啊 那按照这些中国网友的标准 那纽约时报 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在传播负能量 不利于美国抗疫情 但是呢 美国人显然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新闻媒体 新闻记者 他们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挖掘事实 报道真相 而且呢最主要的还是要监督公权力 监督政府机构啊 所谓的这个万中一新抗击疫情 其实呢 就是要求各个机构啊 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那新闻机构 新闻记者 新闻媒体的本质工作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在挖掘事实 在报道真相 没有什么所谓的 等这个疫情结束以后 再去反思这么一说 如果说像一些中国网民主张了那么等 等这个所谓的疫情结束以后 再去反思 再去总结教训 那疫情期间的很多线索呀 很多事实就消失了 就再也找不到了 而且呢 狗哥可以非常的确定 中国的疫情结束以后 中国人等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反思 总结教训 只能是庆祝胜利 庆功 会再一次庆祝这个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啊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伟大啊 肯定会是这样 在这儿呢 狗哥呢还想说一句啊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媒体啊 是非常的流行啊 就像狗哥这样的那个YouTube的频道啊 但是挖掘事实 报道真相 要承担起一个社会看门狗的这个职责 其实呢还是要靠这个专业的机构媒体 专业新闻机构具有的那种调查呀 报道真相的能力 那自媒体呢基本上是不具备的 所有的自媒体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呢也是狗哥呀 一直在鼓励中国的网友啊 最好呢要习惯看这个英文媒体报道的这个原因 当然了如果说有网友呢实在是不喜欢看这个英文的报道啊 不习惯这么看这个英文的报道 那经常看狗哥的影片也是没问题的啊 虽然狗哥跟其他的自媒体一样啊 说实话都是二道贩子 但是最起码啊 狗哥影片里说的这个新闻事实都是真实的啊 都是非常靠谱的啊 明显不靠谱的信息 狗哥呢是不会说的 刚才呢这个呢是狗哥给大家介绍了啊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信息啊 那其实纽约时报啊 它是在挖美国政府机构啊 美国疾控中心的事物 但是呢现在连带出来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一个细节啊 这个呢就可以再次证明 在中国的疫情爆发的初期啊 确实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掩盖真实的情况 那现在还有一种声音 特别的是在美国 有些评论在呼吁这个中美两国不要再互相指责了啊 因为疫情呢已经是全球大爆发了 所以呢两国政府呢应该是携手抗议啊 共同领导这个世界呢应对这场大灾难啊 因为最近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中国这两国政府呢是冲突不断啊 互相驱逐记者啊 两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推特啊 互相对啊 川普呢要改口说这个中国病毒 所以呢现在呢就有这么一种声音 呼吁呢中美呢要暂时停战 携手共同应对这个危机 那狗哥想说的是这个发出这种声音呢 美国人的意愿是好的 有非常非常好的意愿 但是中国这边啊 中国愿意跟美国一起携手抗议吗 大家呢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啊 美国人是希望中国能够一起携手抗议 但是中国愿意吗 中国政府愿意吗 中国人愿意吗 昨天这个中国媒体上呢有一个很大的热点啊 就是这个美国科学家说了 武汉绝对不是病毒的源头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非常多 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媒体啊都转载了 这个报道呢最开始是中国的官媒啊 央视CCTV在微博上发的啊 央视驻美国记者刘肖谦的报道 他说呢美国杜兰大学的一个教授分析说了啊 武汉那儿呢肯定有一些病例 但是呢绝对不是病毒的源头 然后呢中国的其他媒体呢都这个纷纷转载了啊 因为这个呢符合了中国人的想象啊 也是愿望 当然了它也是符合这个中国政府的宣传要求的 就是要重新讲这个病毒源头的故事啊 要摆脱中国的责任 但是呢CCTV的这个报道啊 很快他就被这个扒皮了 被揭露出来啊 其实是造假啊 因为在对比了这个英文报道的那个原文以后 很容易就发现 美国杜兰大学的那位教授 他说的是武汉的那个海鲜市场 不是病毒的源头 结果呢央视的记者在报道里啊 就把海鲜市场 这个很关键的点给删了 就变成了武汉不是病毒的源头 那大家说 这是因为央视的这个记者 英文不够好啊 是一个这个疏忽 无心的错误吗 是不是这样啊 狗哥认为这个显然不是啊 恐怕这个任何一个中国的高中生 他只要英文学习啊 不是太扎 看一下那段英文的原文 他也会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中国官媒啊 中国政府宣传的要求 为了宣传 就可以这个故意的歪曲事实 那大家想 中国政府还是在歪曲事实 还是在所谓的试图重新讲那个病毒源头的故事 其实呢 就还是在甩锅 继续在中国人里边强化这个病毒是外来的 是美国来的这种观念啊 那这个是愿意跟美国停战 携手抗议的姿态吗 而且呢 这个呢 还是在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 最近通电话以后发生的事啊 那中国的官媒 CCTV 还是在公然歪曲 美国教授的观点 那这个是愿意停战 携手抗议的姿态吗 完全不是 而且呢 最近这几天 大家呢 还可以想一下世界上爆出来多少 这个有关中国制造的医疗器械的丑闻 捷克 西班牙 土耳其 菲律宾 爆出来的都是这个 中国生产的这个病毒检测试剂 有问题啊 检测的成功率都太低 30%左右 所以呢 就有网友开玩笑说 如果说大家用这个扔硬币的方式来判断 是不是感染了病毒 那成功率都比用这个中国试剂 检测的成功率要高 因为你扔硬币 看正反面 还有50%的这个几率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两天又爆出来 荷兰从中国进口的60万个口罩有问题 荷兰的这个医护人员根本就不敢用 法国总理呢 现在呢 也是担心从中国进口口罩的这点问题 那大家说 这个是中国要跟全世界携手抗击疫情的姿态吗 狗哥在上期的影片里说了 现在这个时候啊 生产出口这些劣质的口罩医疗器械完全就是谋财害命 其实呢 就是在助长疫情的全世界的扩散 那中国在跟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里啊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就是一旦出现的问题 中国的第一反应 从中国政府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出了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甩锅 就是拒绝承担责任 就像是西班牙这次的事情啊 收到了这个中国的病毒检测试剂 检测的成功率太低 那中国生产厂家的第一反应是 你们西班牙人使用的方法不正确 中国大使馆的第一反应是 那是你们西班牙政府 没有从正确的中国公司进行采购 反正都是你们西班牙人的错 是你们的失误 我们中国的没问题 那荷兰口罩的这个事 大家也看一下 环球时报今天的报道 荷兰收回60万只中国不合格口罩 西方媒体又搞政治化解读 口罩这事啊 可能是没法说 人家荷兰人使用口罩的方法不正确啊 没法呢 从这个角度来洗地 所以呢 就指责西方媒体搞政治化解读了 这个呢 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很习惯的 思维的模式 不愿意承担责任 一旦出到问题 第一反应就是甩锅 整个中国从上到下 从中国政府到普通的中国人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 那大家说 如果还是坚持这种思维模式啊 那中国是不是真的 能够跟全世界停战 携手抗击疫情 最重要的是啊 狗哥认为 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 中国完全啊 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呢 只能导致是不重视问题 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这样你当然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啊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